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神经旧长老今天 非常的荣幸 能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 圣经宇宙大学 今天推荐 纯心节 那纯心节 我们是从这个 安息日课程 第五课 第六课 对不起 第六课 这个 每一个 安息日课程 我们都有纯心节 所以这个纯心节 意思就是要我们记下来 因为这个纯心节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有意思 那今天我们这个纯心节 是在这个马可福音 第十章 第五十四节 那 第四章 第五十二节 对不起 可是呢 我要跟大家 从第四十六节 开始读 给大家听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 你们可以把圣经打开 跟我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 第十章 第五 第四十六节开始 这边说 到了 亚利哥 耶稣 同门徒 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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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许多人 出 亚利哥 的时候 有一个 讨饭的 虾子 是 迪玛的 儿子 巴迪玛 坐在 路旁 他听见 是 那 亚利哥 的 耶稣 就 喊着说 大卫的 子孙 耶稣 呀 可怜 我 吧 那 有许多人 责备他 不许他 做生 他 越 他却越 发大声 喊着说 大卫的 子孙 人啊 可怜 我吧 耶稣 就 就 站住 说 叫 他过来 他们 就叫那 虾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了 虾子 就丢下 衣服 跳起来 走到 耶稣 那里 耶稣 说 要我 为你 做什么 虾子 说 拉波尼 我要 能看见 耶稣 说 你去吧 你的信 救了 你了 虾子 立刻 看见了 就在路上 跟随着 耶稣 在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 就是 我们虽然不是虾子 可是 我们要跟这个虾子来学 就说 首先 他把这个耶稣 当做 这个 他叫耶稣 这个 大卫的 子孙 那 在这个 圣经 这个 圣经里边 有 这个预言 说 这个 救赎主 要 来出生 来在这个 大卫的 子孙 的 这个 这个 里面 来出生 那 如果 我们 像这个 虾子 看到 这个 耶稣 就叫他 大卫的 子孙 就表示说 他承认 他 承认了 认同了 这个 耶稣 是这个 救赎主 实际上 有这么 的信心 有这样的 信 所以 所以 他 耶稣 能够把 他的 眼睛 瞎了 就 给他 救了 后来 他的眼 他就可以 看到了 这个 我们 要 学到的 就是 要 对 主耶稣 有信心 还有 就是说 要把 主耶稣 当作 我们的救赎主 是这样 好 谢谢